大家好,我是博順 今天玩遊戲有四個重點 機會 還有承認錯誤 還有一個欠什麼 今天我很幸運 一開始就買下兩個三四個瓶 而且馬上買馬上賣 連貸款都來不及做 然後我就體會到 這就是冠軍哥一直提醒我 不要埋頭苦幹 要觀察市場 而且要隨時注意市場動向的好處 但當我有錢後 我又開始發現 我跑了兩輪 一直都沒有機會抽到交易 一直走到 嗯...就是那個叫什麼 反正就一直要支出就對了 額外支出 一直要額外支出 然後那時候在想 會不會接下來就這樣 然後我一直跟自己講說 機會要把握 如果有機會 就算小機會 你要開始把握 因為今天開始都是這樣做 然後 再因為這樣做 所以開始有機會 就開始衡量 可以買入的資產 並計算手上可用現金 雖然物件小 但累積也會變大 但當現金又被快花完的時候 我又發現 我又開始缺現金了 所以開始抓機會 變賣資產 換線 並等待好時機 把小物件都清理掉 讓資產 讓資產簡單化 好管理 那今天在培訓的過程中 我學到就是說 今天最大就是 要承認錯誤才會有進步 所以先跟大家道歉 因為我應該要被罰三千的 因為我三四兩天有三百塊沒有差掉 然後經過這次培訓 我改變了什麼 我開始了解欠什麼 該怎麼樣 來解決接下來財務狀況 因為今天一直玩 我一直問自己欠什麼 現在欠什麼 現在欠什麼 接下來欠什麼 所以我會一直去抓 一直去抓 好就像我沒有現金的時候 我要開始變賣資產 變賣資產來換線 然後得到更大的現金 來轉換更大的資產 然後 在這一次之後 我覺得 我較能穩定的去思考理財的問題 但我也開始發現 自己的耐受度要多加強 因為我在平常的生活上 我發現 我雖然會玩遊戲 但卻生活上無法做運用 讓自己的壓力跟平氣出現 所以這是極心者的特性 所以我必須要在這方面 在生活上做改進 然後今天特別的感謝 冠軍跟蘇宇哥 在他們說不要法的當下 我更發現自己的態度不對 然後送自己一句話 承認錯誤不可恥 可恥的是不願面對問題 不願意改變 謝謝大家